一把传缝 所以过去就是一个像一个人生 然后学到也是像 我们生老兵舍 有些一个树 从成长然后活掉 会学到也是像一个某种人生 34岁的吴水清 自越南远嫁来台湾 也经历过这样的悲欢离合 我跟我先生那时候就是 我没办法沟通 不好相熟 个性不好 偶尔会有空上班后 我就法国行当义工 当义工期间 水清在越南料理烹饪班 教大家如何做菜 而世久的先生过世后 他决定离开公婆的杂货店 走自己的路 我遇到佛法 我只得了解因果 我了解一些那个我们做上台湾的旧服 其实燕酒 冰郎那种那种都是好像卖毒品给客人书一样 因为公公很喜欢种类 身体不好本来叫我姑后来就是我姑他喜欢你 叫做生意啦 我说我这样子帮忙你一些 但是以后我自己 我就要我的生意啦 自己走我的路啦 从零开始 把家乡菜带到南台湾 糯米制成的越式春卷皮 轻薄透明带点弹性 沾上微微酸甜的酱汁 黄豆制成的素食鱼露 客人一样吃得心花朵朵开 一般荤的那个炸春卷来讲的话 它是属于比较特殊的说 它用鱼露啊 或者是说虾酱这一类的 腥味比较重 可是它这个完完全全没有 可是你可以吃得到 感觉上好像跟荤的是一模一样 这才厉害 那这个给它100分 它河粉跟那个米苔糊 它的汤头非常好 吃起来不像素的那种汤头 可以吃得到那种鲜味 那真的才是很厉害 我是觉得这个也剩给它们100分 别于印度或日式的质地与口味 咖喱配法国面包的越式吃法 颇受好评 越南的话它可能是有受那个 法国那个殖米国的影响 原香的味道非常浓郁 不错 这道菜可以好好地尝试一下 因为白吃不腻 番茄豆腐米线汤是店主特别推荐 配色配料多元丰富 搭上米线滑溜顺口 有着各式香料熬制成清澈 而耐人寻规的酱汁 吃得很好吃真的 因为它的汤头都是用蔬菜下去熬汤的 像那个白萝卜 红萝卜 花椰菜什么它都有 没有吃素的我也给它介绍 你去吃一次看看好吃 爱上 对 真的爱上 没有重油重咸或特酸特辣 却吸引非蔬食者 络绎不绝且赞不绝口 网友甚至以林富平 来推荐这间刚开幕不久的小素食馆 刚开始其实没什么人知道 后来就是每个人是说 不说不说好事都一直拿名片 客人来吃的时候 我就是问你们吃素吗 他说不是 我是问的 然后觉得不说我来吃 我就心里很开心 独立抚养两个女儿 水晶不以为苦 因为佛法让她体悟到 坚持如素 娱乐善不失的重要 吃素也是可以经常杀生 其实我们家的武汉吃完 我是蛮喜欢动物的 因为我有发言过 而且对佛教的时候 酒家开的路就是太晚 就是蛮开心的 店内忙生意并四处做工艺 他将所得捐作慈祭 也送爱到越南的老人院 请兄长协助改善当地困境 其实我自己不是很有闲 我是一个当心妈妈 可是希望能帮助一些困难的人 会帮助 所以也希望有闲的话 我会帮助 能帮助自己的人类 遇见善知识 了解因果 转念之间 心灵的美善 是微笑的涟漪 绵延到生命中围的点点滴滴 画不完怎么美 怎么好看 但是也是会活掉 遇到佛教 我知道 心会开花 然后我们把所有的爱 会传出心 我们来看 我帮我挺能令人 还是不会不一样 我帮我我帮你